布布与徐若萱儿子甜蜜味食好温馨。网友,爸爸吃醋了。 修杰凯女儿奴是出了名的。 与女儿布布密切互动惹得妈妈贾静雯都经常吃醋。 可是明天贾静雯却啾出布布与其他男孩子的虐狗照,网友都惊呼巴巴看到要老气了。 照片中,布布与一个看起来同龄的小男孩坐在小桌子前欢愉地吃着零食。 期间还不时表演彼此喂食的偶像剧桥段。 旁边则有一只小狗在盯着它们看。 真是真正意义上的虐狗了。 哎呦呦看看这偷苗布布的小眼神。 爸爸看了不吃醋才怪呢哈哈。 游网和睦奇,这个小男孩是谁呢?细心的网友发现。 在图片中,两个小萌娃都戴着写着本身名字的派对帽。 而小男孩头上写着的就是Dalton。 没错了,他就是徐若萱的儿子Dalton。 而萌娃们的小接见会面会,也是贾静雯和时友徐若萱姐妹之间的集会。 妈妈之间感情好,小珍宝必然也是一两小无猜从小玩到大年夜大年夜的。 怪不得妈妈都笑称两个小屁还是牛郎之女呢? 看到这个画面,很多网友大年夜大年夜呼好意外,有粉色泡泡。 不过也有网友心疼爸爸,看到心爱的小恋人跟其他小男孩如此良小无猜。 不知道爸爸做何感触感染呢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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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